一句超会阿泽 那今天是赛季第二次是零风的对手 然后闪电战拿下比赛胜利 那感觉今天的这个胜利的最大关键因素是什么 就感觉今天准备的挺充分的嘛 然后在我旁边这位李哥嘛也非常的猛嘛今天 然后就拿下的这么快 阿泽觉得呢 运气比较好吧 运气比较好 那其实也是比较低调 那我觉得就是你觉得从对手的角度上来说 Hero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嘛 因为我也不是他们对吧 是好那我觉得还是从我们的自己自身考虑一下 然后看一下就是第二局的时候 阿泽的连波是打破了这个赛季的一个 这个零胜的胜率 打得特别生猛 你觉得做了怎么样的一个调整呢 前面运气不好 现在运气好了 前面运气不好运气好了 然后艾斯也是在第一局这个牛魔的胜利当中 是完成了两百胜局的里程碑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感受吗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数据的话 我应该不会知道这个事情 就没想到我这么老了 就是摸爬滚打了这么久了 对 老将了 对 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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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前我看到你在这个直播间里边说 这个阿泽和初晨为了默契 可能就是坐到一块 吃到一块 然后教练面前皮到一块 那可以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吗 我觉得这种故事还是让他自己分享吧 来吧当事人 就可能是吧 小大小闹 训练赛 你骂我去 我骂你一句吧 然后平时吃个饭 然后关系就好了 现在默契很好 还可以 感觉今天这场比赛 其实就是这个 他们说是一个这个野上野组合 中野色服务组合 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发挥特别好 那我们现场其实我们被称之为这个南京魔鬼主场 但是今天很多的A级的粉丝来到了现场 那我们给到来到现场的粉丝 一些感谢的话语吧 非常大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很高兴地在这里见到你们 然后心怀荣耀 勇往之前 哇很热情 确实 阿泽呢 我肯定也是心怀荣耀勇往之前 好 那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就是A级在这个赛季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目标应该大家心里都比较清楚吧 对吧 因为我们去年的成绩 然后今年我们目标肯定只有一个 那就是冠军 为了冠军 好 感谢阿泽还有艾斯接受我们的采访 让我们把时间转交给评论企 感谢阿泽 感谢阿泽